王维 木兰柴 秋山脸鱼照 飞鸟竹前旅 彩翠时分明 西兰无处所 注释 脸 收拢 聚集 鱼 铜鱼 圣鱼 翠 指山峰 也有版本此处为峰字 蓝 山中的雾气 作品背景 木兰柴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绝句 出自齐山水田园诗集网川集 网川是王维晚年隐居之地 他在那里购置了宋之问的别墅 并精心修起 营造了二十处景色优美的景点 王维与好友裴迪常在这些景点游览复诗 美人作诗二十首 和编维网川集 木兰柴就是其中一首 描写的是网川别墅中 一处名为木兰柴的景点傍晚的景色 作品赏息 王维的木兰柴描绘了一幅秋日傍晚山林的美丽画面 诗歌以简洁的语言 刻画了夕阳西下时分 秋山 飞鸟 彩翠 西兰等景物的变化 展现出宁静 祥和的氛围 同时也蕴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 秋山脸于照 写夕阳于灰映照在秋山上 渲染出温暖 静谧的氛围 飞鸟竹前旅 写傍晚时分 鸟结伴归巢 自由飞翔 充满生机与活力 彩翠时分明 写山林在夕阳的映照下 色彩斑斓 明暗分明 景色优美 西兰无处所 写傍晚的雾气飘渺不定 增添了山林的神秘感 全诗景物描写细腻生动 动静结合 色彩鲜明 展现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的敏锐观察和精妙描绘 也体现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境 王维木兰柴 秋山脸于照 飞鸟竹前旅 彩翠时分明 西兰无处所 我感到耀 充满 充满 着 感谢观看